- 嗨! - 嗨! - 嗨! 為什麼有點不對勁? - 嗨! - 嗨! 大家! 我是Rio! - 前幾天我就在家裡面看影集 - 後裔氣兵 - 大家有看過嗎?我覺得超好看耶! - 那一部完全就是一個 - 不是走正常傻白天啊 - 然後帶一某這種路線的女主角 - 這次的主角就是走那種 - 腹黑精明啊! - 然後非常厭世 - 很符合我! - 很符合我! - 所以我今天也是走 - 跟主角同一個路線 - 格文好不好? - 還有很厭世這樣子 - 呵呵呵 - 除了劇情以外啊 - 我覺得裡面的色調啊 - 還有服裝場景都超美 - 季婦來的時候 - 她也是穿她母親的一個睡袋 - 雖然我覺得那個睡袋蠻醜的啦 - 但那個就是一個 - 懷念吧 - 一個熟悉感 - 季母還有公友 - 跟孤兒院的唯一姐妹 - 這些人都是跟她沒有血緣關係的 - 但是他們的羈絆是超越血緣的那種感覺 - 不能偏離主題 - 我們回到服裝這個方面 - 說到60年代呢 - 這時候 - 迷你裙 - 應該就是 - 風靡一時 - 然後那時候呢 - 除了迷你裙 - 那種 - 為什麼會有流行PVC - 前幾年其實也有流行PVC材質耶 - 就蠻流行的 - 60年代有一個風格 - 在這部點面是沒有出現的 - 太空未來感的風潮 - 那時候就出了很多 - 大量PVC阿 - 鋸質纖維阿 - 塑料材質的一些服裝 - 60年代呢 - 就是有兩大的風格 - 是完全對立的喔 - 剛好在電影裡面也有出現到 - 第一個就是MOD - 這個風格 - 一個簡稱啦 - 反正就是現代主義這個風格 - 另外一個風格呢 - 就是搖滾龐克這個風格 - 在裡面有一幕 - 其實你就可以看到 - 打了好幾次都要打不贏的一個 - 叫BENNY - BENNY呢 - 他就是走這種搖滾風 - 剛好跟主角就是一個對比 - 死對頭的那種感覺 - 然後MOD這個風格就是穿著那種 - 比較紳士 - 其實我也是拍 - 搖滾龐克應該就不用說了吧 - 就大家知道了 - 你看就是 - 毛丁皮革阿 - 然後 - 就那個風格 - 反正這兩個就是 - 死對頭 - MOD跟ROCK - 聽說他們常常就是 - 會在路邊鬥歐 - 然後打架 - 可是呢 - 龐克搖滾 - 通常都是會贏的那一方 - 也許就是有武器啦 - MOD - 你可能要準備一個武器 - 湄公刀之類 - 端球棒之類的 - 不然人家有錨釘 - 你根本打不贏 - BENNY - 他就是有點隨性隨性 - 他的講話 - 還有他每次都在那邊講 - 還會去教人 - 然後很喜歡交朋友 - 那個年代吧 - 也快到七零年代 - 然後就已經有一些 - 雞皮的 - 一些意識 - 也慢慢的崛起 - 所以 - 剛好就是銜接 - 他說不定你之後 - 就變成一個 - 嬉皮屍 - 到後面幾集的時候 - 因為那個年代 - 已經到了 - 快要1970 - 就是1968 -1969 - 什麼之類的 - 反正就是那時期 - 你就會看到主角 - 已經會穿著一些 - 喇叭褲 - 就是有跟上這個年代在走的 - 蠻講究的 - 都有順著那個 - 時間線走 - 因為主角Beth - 就是沒有 - 沒有什麼化妝嘛 - 她完全就不是走那種 - 路上眉啊 - 打扮漂亮 - 她是知識分子 - 聰明的有害 - 所以她不靠那些 - 東西去裝扮自己 - 但是她後面呢 - 就是一個頹廢的時候 - 那時期真的是 - 我覺得有點恐怖 - 剛好對上一個 - 超紅的model - 她叫Twiggy - 翻譯中文好像是什麼 - 吹... - 吹... - 吹... - 好難聽喔 - 吹... - 反正她的英文呢 - 就叫Twiggy - 這個model呢 - 是史上 - 被譽為第一個超模 - 她17歲 - 就已經拍過無數雜誌 - 然後登上各個版面的超模 - 她也不高 - 所以我也有一個超模的... - 身高 - 嗯... - 這個妝容也是 - Twiggy 代起的 - 那時候很流行 - 貼那種非常濃密 - 非常鮮長的假睫毛 - 然後再畫那個非常可怕的眼線 - 濃妝葉抹到炸掉 - 其他地方就是非常的鎖 - 她還把那個嘴唇的顏色特別塗成 - 白色就沒有寫色 - 全部強調在眼妝的部分 - 隔穩的穿搭 - 我覺得也是從Twiggy那邊找到靈感 - Twiggy的出現呢 - 也是完全顛覆以前模特的那種美 - 因為以前其實是喜歡那種風雲 - 然後玲瓏有質 - 自從她開始之後 - 就變成那種要骨幹啊 - 鮮細 - 有點微微的病態 - 那種高冷感 - 就變成時尚界對於model的一個訴求 - 還有標準 - 這個年代呢 - 也是年輕人的年代 - 因為這麼年輕的超模出現嘛 - 所以其實有很多的年輕女孩 - 都紛紛的嚮往這樣子 - 我也要成為像Twiggy一樣的超模 - 那麼美麗的女孩 - 當時也很流行的那個低根短靴 - 也是因為年輕人 - 因應年輕人去做的設計 - 因為他們要走路 - 要奔跑 - 要跳舞 - 所以就變成低根了 - 你方便行走 - 方便跳舞 - 隨時聽到音樂就 - 動起來 - 那種感覺 - 劇中到了尾部的時候 - 剛好是已經快要到70年代 - 其實那時候女性主義 - 也是慢慢的萌芽的時期 - 尤其在俄羅斯最後一場的比賽之中 - 大部分都是女性的粉絲 - 剛開始她比完第一場的時候 - 那時候只有幾個粉絲 - 在外面等她 - 然後要簽名 - 那時候就是女性很多 - 在劇中也多次的強調 - 只是發現她是一個女性的棋手 - 女性的玩家 - 她沒有講到其他她覺得重要的 - 一些訪問 - 採訪 - 女性玩家這件事情 - 就被大肆的做文章 - 性別歧視的意味很強 - 後面的時候採訪她 - 她很強調就說 - 是誰教我下棋的那個內幕 - 我真的覺得很感動 - 我在 - 其實我在她拿照片那邊 - 我整個大爆哭 - 有沒有人跟我一樣在那邊爆哭 - 天啊 - 她前面壓抑的那個情緒 - 到後面整個砰爆炸 - 我就覺得我這樣哭 - 那時候整個大爆哭 - 最後 - 就是來教一下大家這一次的妝容 - 那首先呢 - 你必須準備的就是 - 一杯 - 飲料 - 因為心情不好 - 畫不出美麗的妝容 - 好嗎 - 好再來就是 - 一個 - 呃 - 自我 - 從我媽那邊看了一個 - 眼線別 - 咦 - Maybelline - 我不知道好不好用 - 因為本人 - 就是平常沒有在化妝 - 不過沒關係 - 以我的天分 - 因為我學過 - 探筆素描 - 嗯 - 這個東西對我來說 - 小cast - OK - 我的天賦 - OK - Handle得住 - 好再來 - 再來就是一個 - 因為必須要有唇妝嘛 - 所以我就準備了 - 呃 - 有一點油啊 - 好沒關係 - 這個也不是重點 - 重點是技術 - 技術決定一切 - 跟穿衣服一樣 - 穿名牌 - 穿什麼 - 很貴衣服 - 沒批用 - 就是穿著它 - 靠技術 - OK - 好我先把衝光起來 - 不然我怕我吵到隔壁 - 會不會嚇到人 - 我先剪一下我蓋子 - 好蓋子放這 - 來擦一下這 - 為什麼會這樣 - 是這樣 - 好醜 - 好 - 好 - 那我戴毛帽呢 - 是因為我不想 - 你知道 - 妝容要專業 - 所以不可以 - 不可以 - 有頭髮亂飛 - 會影響視覺 - 那我們就拿出這一個 - 這個 - 眼線筆 - 這應該是 - 眉筆 - 這應該是眉筆吧 - 我不知道 - 反正無所謂 - 一切考技術 - 好 - 來看一下這一個 - 嗯 - 就是 - 也沒什麼重點 - 沒什麼重點 - 就是直接 - 直接來 - 好 - 我有一個非常厲害的技術 - 現在就傳輸給你 - 一秒變雙眼皮 - 有沒有 - 有沒有 - 好 - 那我們就可以 - 往這邊的那個線 - 因為它上面有一個 - 那個什麼線 - 那個什麼線 - 那個什麼線 - 眼窩 - 對 - 它有畫眼窩這邊 - 強調那個眼窩的深邃感 - 所以 - 我 - 直接 - OK OK - 非常的 - EASY - 你看 - 有沒有 - 欸 - 我眼睛變超大耶 - 我眼睛變超大 - 是不是 - 你直接 - 你要雙眼皮 - 你要眼窩一次 - 一筆搞定 - 好不好 - 好 再來下一筆 - 好 一樣 - 雙眼皮 - Ready - 喔 - 欸 等一下 - 嗯 - 欸 眼睛變超大 - 有沒有 - 眼睛變超大 - 再來它的眼線的部分 - 欸 - 欸 - 對筆圖 - 欸 為什麼有點不對稱 - 哈哈 - 又有點不對稱 - 很像被打倒 - 喔 - 欸 - 欸 - 欸 等一下 - 等一下 - 我要摺住 - 因為我會抿人胸 - 哈哈 - 你知道 - 畫了這個妝喔 - 這樣就變超模 - 沒關係 - 超模就是要怎麼樣 - 你的自信 - 好不好 - 這種妝容呢 - 就是要一個隨性感 - 才會歐美 - 你如果的話 - 太那種精緻 - 根本 - 唉 - 微微 - 微微縮縮的那種 - FASHION 就是一個隨性感 - 你要把你的態度展現出來 - 好不好 - 氣場展現 - 我這樣真的一樣 - 黑眼圈很重 - 眼妝的部分 - OK 搞定 - 大家學會了嗎 - 這個技術有一點難 - 可能要在下面 - 多揣摩幾次 - 好不好 - 好 再來就是我們唇妝的部分 - 唇妝的部分呢 - 我就是用這個 - 這個非常的 - Oh my god - 很creamy - 好 - 來 看一下 - 大家看一下 - 非常的creamy - 非常的 - 嗯 - 很臭 - 這個尼薇亞的味道 - 蠻重的 - 那個 - 來 我們要 - 立馬呈現那個 - 那個叫什麼 - 有點病態的美感 - 非常的creamy - 有點太多 - 太多了 - 太多了 - 沒關係 - 沒關係 - 沒關係 - 這個就是一個 - 嗯 - 一個感覺 - 嗯 - 等一下 - 原來太多了 - 等一下 - 好 - 我領悟這個妝容的精髓了 - 它就是把你的那個唇 - 然後跟你的皮膚 - 就是融為一體 - 所以你的嘴巴就看起來更大 - 好 - 封城的效果 - 非常的歐美 - 好 - 嗯 - 再來就是把你旁邊要手邊 - 嗯 - 那 - 好 - 把多餘的 - 欸 - 殘妝擦掉 - 這樣還蠻像109辣妹 - 辣妹的 - 眉這樣 - 好 - 再來頭髮 - 頭髮要留一個瀏海 - 這樣子 - 雖然我的頭髮不夠長 - 那 - 沒關係 - 大家知道我的意思 - 就是 - 置不在此 - 是在於 - 參加 - 好不好 - 我們直接來模仿Tricky - 就是那個病 - 它的美感 - 有嗎 - 有 - 臭 - 欸 - 怎麼那麼臭啊 - 當 - 當時的審美怎麼了 - 那我們的這支影片就到這裡 - 大家的妝容有學會了嗎 - 我知道這個妝容的難度呢 - 可能是五顆星 - 但 - 沒關係 - 當大家多試幾次就會跟我一樣 - 非常的 - 化身 - 好不好 - 非常時尚 -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- 掰掰